UOPT解决面部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进入ITLINE的界面 进入界面之后我们看一下 有五个功能可以选择 第一个是脱毛 第二个嫩夫 第三个去摄斑 第四个是去错窗 第五个是去红学丝 那么我们在做面部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 比如说选择这个嫩夫进入界面 嫩夫进入界面之后 同样的会有三个文件夹 这个三个文件夹的参数是 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设置好了 首先第一个文件夹是适合一些 比较黑的皮肤使用的 这个是适用于相对来说 黄一点点的皮肤 第三个是适用于 稍微偏白的皮肤使用的 OK 那么比如说它的皮肤复制的话 是属于偏黄的 我们来选择中间的这个界面 好选择好界面了之后 我们再做所有的面部性的问题 第一件事情要把整个面部 清洁干净 好清洁干净了之后 如果说你发现它的面部 有比较多的毛细的 的这个毛泳泳的毛发 你可以把它刮掉 但是要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 它想不想刮 愿不愿意刮掉 那么它愿意刮掉 那你就可以把它刮掉 好刮掉了之后 我们要先上凝胶 先上凝胶或者是说产品 最好是 这种凝胶类的偶和剂 上好凝胶之后 我们要先把凝胶 均匀的抹开 用探头 好抹匀了之后 我们在做OPT 来解决面部性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般情况下 都按照皮肤的纹理来走向 首先整个面颊 我们可以分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从下巴 走到耳后 第二条线是从嘴角 走到耳中 第三条线是从鼻翼 走到太阳穴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条线 在下巴的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一般情况下 下巴的话是比较难贴合 我们一定要贴稳了它 完全接触皮肤了之后 才可以按能量 好 然后第二个 再按能量 这样子 那么我们从第一个 间隙到第二个的时候 可以中间重复二分之一的区域 好可以重复二分之一的区域 好 OK我们来看一下 打一发 两发 三发 这样子哈 我们一个叠着一个 一个叠着一个 沿着我们的肌肤纹理 这条线 往后走 走到 一直走 走走走 走到耳根 这个位置 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从嘴角 这个位置 完全贴合 打能量 完全贴合 打能量 完全贴合打能量 一格一格往下走 走到耳前的中间 第三条线 从鼻翼 开始沿着颜骨的位置 沿着颜骨的位置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 太阳穴 然后就OK了 那么这是我们面颊的 无论是选择的是 嫩肤的功能 还是去错窗 还是去斑 还是去红血丝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 根据皮肤的肤质的厚薄 根据皮肤肤质的厚薄 来做三到五次 三到五遍 每条线三到五遍就OK了 那么 这个额头的位置的话 可以根据 顾客的这个片区有多大 来分两个区域 还是三个区域 那么一般情况下 标准的脸的话 都可以分三个区域 第一条线是从 眉尾这个位置 一格一格往上 打到法际线 第二条线是从 眉中这个位置 一格一格往上打 第三条线是从 眉头和印堂这个位置 一格一格一格往上打 然后额头这个位置的话 一般情况下也是 少三遍左右就OK 而且能量 要稍微比面部的会偏小一点 因为额头的脂肪没有那么厚 相对来说 它质感神经会稍微的偏好一些 偏多一些 所以疼痛感比较强 所以说额头的这个位置 要能量偏弱一些 那么我们在做 它的中断服的话 都是按照这个规律来做 那个如果说 你是做去斑和做血丝 做错疮的话 我们可以针对哪一个位置 问题比较严重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着重点的 给它多少三遍 三遍左右就OK了 好 这是我们做面部的嫩敷 和治疗其他问题的一些治疗顺序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